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精子碎片率高怎么改善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南科中心主任医师 精子碎片率高,医学处于就是DNA的完整性不够 有很多碎片已经脱落了 就说明它的功能受到损害 因为DNA它不完整,它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功能 它经常会影响到生育能力 这也是我们观察生育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DNA碎片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要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DNA碎片的脱落率高 首先来说,比如说人可能是衰老 比如一个50岁的人,60岁的人 DNA碎片率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 可能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也不能强求 第二,有些人可能因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总是慢性的压力 比如说生活不规律 熬夜,包括喝酒吃辣椒太多 包括酒做,缺乏体育锻炼 这些人可以通过生活来纠正 来改善DNA的功能,DNA的完整性 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他因为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他有精神经脑曲张 比如说他有生肢道的感染 比如说他有内分泌的功能障碍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如果说这样可以针对一些病因 比如说有精神经脑曲张的病人 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比如说有感染的病人要抗感染治疗 比如说有内分泌功能障碍的病人 要进行内分泌治疗 专家提示 改善精子碎片率的方式具体如下 一、生活不规律 需要纠正不良生活方式 二、精锁静脉曲张 可进行手术治疗 三、生殖道感染 需抗感染治疗 四、内分泌功能障碍 进行内分泌治疗